中国的民主 国务院新闻班 中国的民主白皮书 这是好事 中美对这个民主进行论战 这是一件好事 民主与科学100年了 新文化运动以来 就是民主科学 当时提出来的新文化运动 至今100年了 这个争论好事 是个好事 通过争论的话 能够解决很多问题 民主啊民主 天下几多罪恶 借辱之名以行啊 我们追求通过辩论 真理越辩越明 我们追求真正的民主 那么两岸之间 也会得到解决 民主到底是什么 治理越辩越明 现在媒体呢 还集中在这个话语圈争夺 并没有太多的人来关注这个 这个内容 看一下 VLA 中国发布 白皮书 中国的民主 学者 认为是与美争夺话语权 这个外媒基本上 这个观点啊 论战和争夺 本身是一件好事情 我们还简单的 来看一下 到底什么内容 中国的民主 白皮义书的全文 这个政府网站呢 也有 但是呢 归纳的更好的 那是这个新浪网 我们看一下条 他分几条 这比较好 中国的民主 2021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他分这么几个 一个是前沿 目录前沿 第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实现全过程 人民民主 这是一个新概念 就是全过程 人民民主 全过程 人民民主 第二点是 具有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 强调制度安排 一例是 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二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政体 第三是坚持和完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所以说这一党专政啊 实际上是多党合作的 你有八个民主党派 和政治协商制度 四是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 爱国统议战线 第五是坚持和完善 民族区制度 制度 第六是 坚持和完善 基层群众 自私制度 这个就是基层的选举 所谓的一人一票的那个 这是 基层自治 你像春集是自治 就打架一人一票选 三 具有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 一 民主选举 二 民主协商 三 民主决策 四 民主国力 五 民主监督 第四部分 是广泛真实管用的民主 这句话挺接地气的 真实广泛管用的民主 人民 享有广泛的权利 人民民主参与不断扩大 是一个过程 不断扩大 国家治理高效 社会和谐稳定 权利运作 权利运用得到有效制约和建筑 第五部分 丰富人类政治文明形态 这个就比较重要了 政治文明 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形态 为人类民主事业发展 探索新的路径 因为现在我们谈论的很多就是 属于特质 特质西方民主 但是要是广义的 应该包含在内 应该包含在内 就是为人类民主事业发展 探索新的路径 找符合国情的民主发展道路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 加强文明交流 这前言 然后接触于 这是目录 前言是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始终不欲坚持的重要理念 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 人民当家作主 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 一百年来 党高举人民民主 其次领导人民 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 近代成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国家 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 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任 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 人民当家作主 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 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 各国民主根基于 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成长于本国人民的 实践探索和智慧创造 民主道路不同 民主形态各异 评判一个国家政治度 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 主要看国家领导层 能否依法有序的更替 权力人民能否依法 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人民群众能否顺畅表达 利益要求 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 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 民主化各方面人才 能否通过公平竞争 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制 执政党能否按照法律法规规定 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 权力运作运用 能否得到有效 自由和监督 民主不是装饰品 不是用来做摆事的 不是要用来解决 而是要用来解决 人民需要 解决的问题的 一国家民主不民主 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 做到了人民当家着陆 还有很多时间到了 我们先听一下 录下一集 和谈逐称